爸爸你这条鲲鱼怎么做的 你这条鲲鱼怎么做的 啊 这条鲲鱼一块块 OK 今天不用 今天不用工作啊 这么早就出来买菜了 今天不用工作啊 这么早就出来买菜了 做完了 你们做什么工作的 啊 就是木材子啊 草啊 高速公路 啊高速公路 谢谢你啊 为我们农村六镜 做出一个高速公路啊 哈哈哈哈 要么我们六镜都没有 那个高速公路啊 没有你们的 做起来是吧 现在这个高速公路 要多久才可以 开发 可以就是说可以走啊 明年是吧 明年年年尾还是年终啊 不知道啊 那今天不工作出来买菜 小酌一杯 我是吧 哈哈哈哈 我再拍这个视频 我你你会看那个抖音吗 会啊 那有没有说到过我 那你妈咋的外面呢 没有说到吗 你可以就是说 你要是看抖音吗 可以去 抖音搜索安乐 就看到我了 等一下 我放那个视频放去 那给大家看哦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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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坐高速公路 好像我们这个地方 很多地方 坐高速公路都不是一样的人的吗 你是在哪里坐的 在哪里坐那个高速公路啊 哪个村啊 啊 南冲 南冲 哦 大拖那边 那你是 那你是家里面老家是哪里啊 你妈 云南啊 云南来我这边有点远哦 路程哦 哎多远 一千多公里哦 大家好 你们想知道那个草鱼 好像它这个是用来清蒸的 清蒸的方式呢 你们可以 你们也可以拿来整条 有有 我丢 呃 呃 清蒸的方式的话 可以拿来整条 一样也可以拿来 砍块 其实 一般来说 对于我来说吧 他有很多做法的 也可以拿来做那个童子鱼啊 现在一些翠黄鱼 也是那种种种草鱼做成的 真的 呃 鱼生啊 酸菜鱼啊 水煮鱼啊 拿来煮啊 红烧啊 呃 闷啊 呃 它里面好几种哦 是吧 来 开肚子啊 我给你们讲解怎么开肚子 可能有一些人 新人的话 感觉那个开肚子啊 两半啊 比较难 你们开一刀下去以后呢 你们改 就是说用把刀 改印到那个骨头 以后呢慢慢再从里翻 翻过来 看到吗 慢慢翻 是啊 翻到这边的话 就是说直接开成了 开成两半就行了 最整 是吧 是不是啊 是不是非常感康 反正 反正要是杀一条鱼啊 呃 比你们就是说在家里面 摊个鸡啊 摊个鸡啊 快啊 呃 要几十秒钟就OK了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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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觉得碳鸡皮鱼 我给你换个鸡啊 我冲了嘛 没关系你影响 他外公 为什么呢 他给你带一个带一个 是吧 所以刚才他洗马洗 那边他他 他妈关了 他妈关了他 他你会说 某谁啊 是吧 法文啊 是吧 简不简单 一条鱼炒鱼就这么完整了 刚刚那个树 他说亚南那个鱼肠为了喂鸡 不能喂鸡的 因为他那个鸡的抵抗力的话 比较低 所以说他时不时的话问这个 谢谢啊 拜拜